药物中毒皮肤干血案例 我可能是有一些过敏 医生也是帮我停了医药 要在医院观察了三十天 三十天以后呢 医生马上就让我出院了 当时出院的时候 是身体还有一些肿胀 还有很多红点 那回家休养两三天以后 整个的身体就全部的 红色的点点全部爆开 甚至流浓 当时马上就交救护车 然后救护车送到第一家医院 医院就是因为破损的太厉害 医生当时没有收我 然后转诊到第二家大医院 当时进入第二家大医院的时候 医生马上立即安排我 就是加护病房 在加护病房住了七八天 以后医生就是让我出院了 当时出院以后了 身体就是肿胀 那两天以后 所有的症状全都出来了 就是特别胃寒 碰到风一点点 风以后马上就是像千刀万剐 很痛 手指头也破了 手脚都裂开 甚至脱皮脱发 嘴唇也烂掉了 还有脖子 当时非常痛苦 于是我就求救于原始点基金会 当时原始点基金会的志工 他们立即帮我安排大门服 然后按推 然后让我喝农姜糖 三个星期以后 三个星期以后我全身的症状 肿胀都消失了很快 就是几乎都是消肿了 手脚也开始复原了 甚至说那个也不会怕冷了 于是我就每天就开始按原始点的那个志工 安排我 第一个就是运动 然后热服 喝姜糖 按推 灌肠 经过一个月以后 我全身肿胀的地方 以及裂开的地方 好到七八成 八九成以上了 甚至以前不能跑 现在都可以跑起来了 当时说话非常喘 现在也不喘了 几乎可以复原到 完全是复原了